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让世界瞩目的话题令世界震撼的中国特大工程项目 你知道吗? 中国一直以来在国际上被誉为基建狂魔 这并不是贬义 而是体现了外国人对中国基础设施建造实力的惊叹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国一直以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其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工程师就像建设领域的超级英雄 他们致力于打造适应其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的大型工程项目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特大工程项目背后的故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诚恳地请求您订阅并启用通知 以便您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更新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您对这些卓越工程成就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有句俗语称 要致富 先修路 是的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重要保障 只有让人和物流动起来 才有可能繁荣起来 冯山开路 御水架桥 中国的基建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不断连通将全国各地连为一体 这十年来 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由不到1万公里增加到4万公里 高速公路里程由9.6万公里增加到16.9万公里 让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也许你会感到很好奇 中国被誉为基建狂魔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是千差万别的 首先 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造就了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 而工程师的技术红利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 则不断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力 此外 中国独特的政府组织形势也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而 在这些因素中有一点绝对不能被忽略 那就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吃苦耐劳精神 这些年来 中国可谓是实至名归的基建狂魔 不妨来看看一些惊人的数据 全球最高的100座桥梁中竟有81座坐落在中国 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尚未完工的项目 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 已经通车 其全长55000米 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世界最高的桥 北盘江大桥 则横跨贵州和云南两地 其桥面距谷底达564米 相当于200层楼高 刷新了世界桥面最高的记录 南京至上海虹桥的丹坤特大桥 则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全长达164.851千米 至今仍保持着吉尼斯世界记录 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国更是一路领先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3.1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 高铁总运营里程超过3.1万公里 同样是世界第一 中国拥有80万座公路桥 20万座铁路桥 总数达到100万座 数量居世界首位 通信基站数量更是高达500多万 超过美国的20倍以上 地铁通车里程达3095公里 远超美国的1100多公里 同样位列世界第一 至于高层建筑 中国拥有34.7万庄 其中超过百米的超高层建筑 达6000多庄 数量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些数据不仅令人惊叹 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真实写照 展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 无可比拟的实力和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数个世界第一 无数个令人骄傲的成就 背后也是无数个普通劳动者 超长的 近乎病态的极限牺牲换来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 经过了上千年的岁月 如今的中国人处在一个最好的阶段 而这种最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所奋斗出来的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任性 在福建 中国工人仅花费了9小时 就建成了一座火车站 这就是中国速度让世界瞩目 福建南三龙铁路龙岩火车站的改造工程 在1500多名工人和100多台机械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仅用了9小时就完成了 这个速度让人惊叹 也让世界瞩目 外国媒体还针对该项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称这是中国近年来完成的一系列 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我只是想想 为了谈论 中国人做这些事 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站 在9小时的空间 被灭掉了 千亿的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比较更想念 在把基础设施进 而在拒绝于人们 在区别的空间 那是9小时的 9小时的 看来 这里有一个视频 这种惊人的建设速度 不仅体现了中国工人的辛勤付出 和高效协作 也展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雄厚实力 硅谷的钢铁侠埃隆马斯克 也转发点赞 称赞中国建设的速度 比美国快100倍 这足以说明 中国速度已经成为了 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人不得不承认 放眼全球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有中国这样惊人的速度 这些都证明了 中国人民在建造世界级工程的路上 越走越强 在重庆的夜空上 一场震撼人心的空中芭蕾 正在上演 五座巍峨的大跨度桥梁 宛如五位优雅的舞者 在同一区域 同一平面上 以绝妙的同步舞姿 进行了一次性的转体表演 这五座桥梁全长383.5米 总重量高达21500吨 相当于15000辆小汽车的总重量 当桥梁开始缓缓转动 仿佛整个天空都在为之动容 转体的过程 宛如一场华丽的空中舞蹈 桥梁与江面的倒影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幅壮美的画卷 这一刻 桥梁不仅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 更是艺术与工程的完美融合 这次舞桥同传的空中芭蕾秀 不仅刷新了世界记录 更展示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卓越成就 它证明了 我们在大跨度集群式转体桥建设方面的领先地位 也彰显了我们在桥梁工程领域的创新精神 这五座桥梁的转体 不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一次视觉上的盛宴 它们在空中划过的轨迹 犹如一条条优美的弧线 将重庆的夜景装点得更加壮丽 这场空中芭蕾不仅是一次工程的胜利 更是一次艺术的展示 让我们为之赞叹不已 在美丽的厦门 一项震惊世界的工程壮举成功上演 一座重达三万吨的客运站 仿佛获得了神奇的力量 平移了整整288米 并完成了一个壮观的90度转身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最牛搬家 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如同有了生命 从原本的坐东朝西 变为了坐南朝北 这样的转变难度之大 不禁让人惊叹 但在中国工程师的巧妙构思和精湛技下 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 他们运用了创新的交替步履式顶推平移技术 为这座建筑打造了一次梦幻般的搬迁之旅 他们巧妙地在立柱之间交住混凝土 形成了托盘 将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从原有的地基上脱离出来 然后根据预设的平移路线 他们精心挖出了机坑并铺设了轨道 让建筑物可以在这些轨道上稳稳当当地移动 这座建筑物的底部安装了532个行走器 仿佛给这座庞然大物装上了脚 让它可以像人一样行走 为了确保这座建筑物能够平稳 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工程师们还在行走器的关键位置 安装了603个传感器 实时监控并反馈每个行走器的行走信息 一旦顶推力误差超过两毫米 系统就会立即发出警报并暂停运行 确保整个搬迁过程的安全无误 在工程师们的精准把控下 这座建筑物以每天7.5米的速度稳步前行 历经38天的艰辛努力 它终于成功平移了288米 到达了指定的位置 这一撞举不仅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 建筑物整体平移弧度最长 更是世界上第一个长距离 大半径的建筑迁移 无疑堪称史上最牛的搬家 在繁华的武汉 短短十天内 一座崭新的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 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堡垒 这不仅仅是一座医院 更是中国基建速度的生动展现 让世界瞩目 同样 在紧随其后的12天里 雷神山医院也迅速落成 与火神山医院并肩作战 共同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这两座医院的建成 不仅彰显了中国的建设实力 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的顽强拼搏精神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全国人民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 共同抗击疫情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 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建设过程中 无数建设者们夜以继日地工作 克服重重困难 用汗水和智慧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至深的抗疫赞歌 他们的辛勤付出 为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 为病患们带来了生的希望 所谓的基建狂魔 其实不过是一群善良勇敢的人 穿上了铠甲 在所有人的祝福中默默地负重前行 这两座医院的建成 是中国基建速度的生动展现 更是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坚定信念 和顽强意志的体现 他们不仅是抗击疫情的重要阵地 更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共可实践的象征 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的速度和力量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 中国一个坚忍不拔 意志坚定的国家始终赢得了极大的尊重 勤劳的人民体现了坚忍不拔 奉献精神的精髓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 承受深重痛苦 但他们从未停止追求伟大的脚步 中国不屈不挠的精神 证明了他们对卓越的坚定承诺 患难之际 中国坚定不移的人性底蕴一以生辉 他们深刻的哲学见解 概括了同情心 同理心和团结的本质 中国的人生哲学 是无穷无尽的智慧源泉 引导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验 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人民取得的成就和对进步的不懈追求 令人钦佩和敬畏 他们坚定不移地让中国成为最好的国家 引起了亿万人民的共鸣 中国对人类的贡献确实是非凡的 从技术和科学的革命性进步到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促进和平与和谐 中国已被证明是人类的指路明灯 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如尊重诚信和荣誉成为世界各地人们的灵感灯塔 让我们祝福中国一个克服一切困难 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国家 让我们珍惜他们对人类的承诺 以及他们为提升国家和世界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中国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使他们感到钦佩和尊重 愿中国继续绽放光芒 引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 更加富有同情心的未来 感谢观看